来看看新闻吧 真的就像新闻设想的那样 花团紧簇 宛若从化世界 传统的两人 当天安排了敬茶环节 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 细心的观众还发现 李小璐当时换了一双 坡根凉鞋 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爸爸请多茶 叫做甜 他有点清楚 怎么样 甜 甜 好 现在轮到国务镜堂 国务镜堂有点 一定要清楚 很多都大 而到了贾乃亮敬茶时 只听场下亲友大喊 跪下惹得全场哄笑 对我们的岳父 敬茶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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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长辈们确实被这甜茶 浇灌的心花怒放 老丈人在稍后的采访中就表示 贾乃亮这个小伙子真棒 小伙子 长达很清秀 很单纯 我一看就挺喜欢小孩 觉得是一个 眼圈里有这样的一个 很清称很单纯的这样一项 还是不大容易 而到了第三环节 李小璐 李小璐换上大红色直筒裙 挨桌敬酒 黄胜英的人纷纷凑上前合影 从照片来看 向来鲜弱的李小璐 风韵了不少 尤其是侧面照片更加明显 难怪新郎官会在媒体前笑言 双喜临门啦 没有 我只能说我们是双喜临门 我们仍然双喜临门